来拍一下这个扒塔的日常 扒塔的日常其实大部分都是装这个晕眩 这个准备来升紫色 然后都带晕眩的就可以 来打一下 他打算 比较死板板了就带晕眩打就可以 当然你的战力也不能太差 战力不差的情况你就是要去刷 一般的关卡 把材料打住你的装备就升上来 这个如果搭晕眩都蛮好打的 还是一些boss比较有挑战性 应该说比较难一点会打到 想要关机那种概念 火烧他也有带晕眩 对这个相对来讲很好打 第八成 再来抽 我现在一次扣四 所以一天 一天能爬的没有多少次 可以按Easy Play Easy Play 让他自己去打 哇 这个也太轻松了 一次就结束了 连那个 伙伴都还没放招他就挂啊 哎呦 这一只 第六章的魔王 浮空 没关系我用暈眩照样打 暈眩太万用了 暈眩太万用了 这只能够再打一场呢 只能够再打一场呢 没了要等他回复 那上面那个中间 一次扣四 这个鸟很确定就是 怕暈眩 你看他说 STUN resistant debuff乘以2 暈眩抵抗 减少两倍哦 所以 轻轻双双就可以打过了 可能我的 弓箭手一射他就要暈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些如果有处置人 一定更爽 一定更爽 厨子应该是一路玩过去 完全不会有卡章节的问题 不过相对的你可能就要除一两千块以上才有可能达到 因为我那天光是看一只宠物就要达到 一千四百台币 台币了 算很贵 哎呦潘朵拉 又可以做了吗 这可以给他东西 好 再来 看一下 目前 先爬塔 就打完了 先告一段落